其实,真的不是每一个选择运动减肥的人,都懂得运动减责的常识,因此,经常会在耳边听到类似,为什么我跑了那么久体重都不变,为什么我每天养我体重,肚子还是有肉? 这样的话听多了,我才发现很多朋友,还处于一个对减肥训练认知的懵懂阶段,他们认为只要肯动一动,就可以变瘦了,事实上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? 减肥虽然不难,但是也会有一些门道,我下边罗列关于减肥的一些关键数字,以及基本潮湿,记下来,瘦得快,第一个数字,30分钟30分钟这个时间, 几乎是有氧减肥效果好坏的一个及格线,通常认为,有氧运动25到30分钟以后,脂肪才会质量燃烧,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前边的时间浪费了,前边的20多分钟里,其实脂肪时时刻刻,都在提供着能量,只是并非主力,这段时间当然才是能量的主要提供者,而30分钟以后,请充分享受你的燃脂时间, 第二个数字,65%-85%这个数字,在减肥运动中,是同样重要的,它指的是你在减肥运动中,需要保持的减肥心率,是你最大心率的65%到85%之间, 最大心率有一个比较简单的算法,220你的年龄,比如你今年30岁,那么你的最大心率,就是220-30,等于190次每分钟,那么你的减肥心率下限就是,190成为65%等于123次每分钟,你的减肥心率上限就是,190成为85%等于161次每分钟, 当你在运动的时候,心率处于上下限之间的时候,脂肪燃烧最为有效,第三个数字,10公斤,研究显示,一个体重为80公斤的人,在正常代谢的基础上,想减掉10公斤脂肪的话,需要去行动赶单车100小时,或者慢跑90小时,或者中等偏快低走路270小时, 或者打网球145小时,这个数字是比较理想化的,但是大家也可以从中看出不同的运动,对脂肪的消耗效率大不一样。 选择最合适,而且奏效的方法吧。 第四个数字,25%和30%这两个数字,分别是男女肥胖标准的体质率。 对于男生而言,15%体质率为合适,超过18%为超标,超过25%为肥胖。 对于女生而言,22%体质率为合适,超过25%为超标,超过30%为肥胖。 请核实一下自己的体质含量,如果超标的话,请在你变得肥胖以前迅速解调它。 第五个数字,5%女生和男生的高端童浓度相比,女生只有男生的5%,这个数字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。 在减肥过程中,我们都会遇到平排期,就是说,如何努力之防都不再减少了。 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通过力量训练,叫肌肉帮助我们减肥,而很多女生担心肌肉变得太过发达影响美观。 这时候,你要记住,你的高丸童只有男生的5%,高丸童是合成肌肉的必要条件,因此,你真的不用担心会练出多么夸张的肌肉。 反之,男生也挺大胆训练,你们练出肌肉线条的速度,是女生的好几倍。 第六个数字,1200到1600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区间,是人类每天基础代谢的大卡数。 通常成年女性,每天的基础代谢,在1200大卡左右。 成年男性,基础代谢在1600大卡左右,也就是说,你每天什么都不做,身体为了维持你的生命体征,也会每天消耗较1200到1600大卡的热量。 基础代谢越高,说明身体消耗热量的能量越强,人越不容易发胖。 一些健美先生的基础代谢,可以达到将近3000大卡,这是非常惊人的。 随着年龄的增长,基础代谢会日趋下降。 这时候,极高代谢能力最好的办法,就是增加肌肉含量,做力量训练。 第七个数字,30%这一段是给节食减肥的人看的。 节食减肥,不但会减掉脂肪,更会减掉很多肌肉。 而根据上一条,肌肉一旦流失了,基础代谢必然下降。 长期节食减肥的人,基础代谢率甚至比同龄人要低30%,这也就意味着,别人的身体每天会自然消耗掉1500大卡的热量的话,你的身体只能消耗掉1050大卡,吃同样的食物。 你会比别人发胖的速度会很多,因此节食减肥的人,后期恢复饮食大度会强烈反弹。 不要节食减肥,第八个数字,60分钟还记得我们第一条说,的30分钟运动时间下限吗? 60分钟,是和它呼应的,有氧运动的上限时间。 每次有氧运动,超过60分钟后,对关节的磨损会加剧。 同时,由于运动时间过长,大脑将不再让脂肪充当主要燃料,而变成用肌肉中的蛋白质来提供能量。 这是超级危险的事情,轻则损失肌肉,重则会有机溶解的现象发生。 当然,肌肉溶解现象一般,在运动90分钟后才会出现。 除非是类似于马拉松运动员那种专业训练过的人以外,为了保险起见, 60分钟,是对业余运动者的上限要求。 DUF相信每一名减肥新手,对于这八足数字,未必全都知道。 记住它们,并且运用在实际的运动中,相信你可以比其他人更早的寻觅到减肥的接近。 再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